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 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我是音儒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 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我们每一天 至少接收超过上千个 品牌的讯号吗 哇 你可能会觉得 有这么多 这个数字有点吓人 会不会感到蛮惊讶 还蛮怀疑的 上千个品牌的讯号 也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 但是仔细想一想 你从早上起床 你睁开眼睛 你使用的闹钟 你使用的手机 你使用的牙刷 牙膏 或者是洗面乳 你用的卫生纸 或者是你所搭乘的交通工具 甚至是你吃的早餐 你喝的饮料 或者咖啡 然后你去上班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都在接收 许许多多品牌的讯号 所以难怪数字会统计说 大部分的人 一整天至少会接收 个上千个品牌讯号 不过蛮奇妙的 我们似乎很少去了解到 这些品牌的背后 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 甚至我们有时候 还搞得不太清楚 我们用的东西 是什么品牌 而且对于一个经营品牌的业者来讲 做品牌又是为了什么呢 在今天的云彩飞扬 很特别的 我为你邀请到的是 食品典藏银室的小老板 也是设计师 黄品化小姐 她经营银室珠宝 有非常多年的时间 期间也面临到品牌转型的问题 她在过程当中 深深地体会到 一个品牌的转型 其实跟自己的生命的改变和翻转 有着直接的关系 所以今天的云彩飞扬 我们就来谈一谈 黄品化的生命故事 以及她经营品牌 能够转型成功的关键 云彩飞扬 欢迎黄品化小姐 品化你好 云如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食品的设计师 我是Iris 黄品化 是Iris 我们很高兴 邀请到你 可不可以谈一谈 你们的品牌经营的理念是什么 我们品牌经营的理念是这样子的 因为像在台湾的话 珠宝这方面 其实还蛮多的业者 然后呢 其实也非常多成熟的商品 在这个市面上 那我们呢 我们这个经营 这个品牌的方向 其实主要是在于说 我们要把设计跟美学 带给我们的客人 对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作品 全部都会有他自己的故事 同时在我们的公益上面 我们也非常的讲究 跟台湾 许多你市面上看到的珠宝 是不一样的一件商品 一件作品 我本身其实是基督徒 基督徒一定会很希望说 可以把这么好的一个信仰 是传给我们的客人 或是我们周遭身边的亲朋好友 所以呢 其实在创这个品牌的时候 我是在中途信主的 我在中途信主之后 我就非常希望说 客人可以透过这个品牌 然后他们也可以认识 这位非常奇妙的上帝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当中 我们不论是在我们的行销 在我们的商品的规划 然后在设计上面 其实都跟这个 所认识的上帝 其实有一些相关的 等一下可以来跟银汝 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今天邀请到的 就是诗品银饰的小老板 也是设计师 黄平化 谈谈珠宝设计这个部分 你是从小就很喜欢吗 从小就很喜欢美学这种东西 是这样子的 我爸爸他虽然是做贸易 但是他从小非常喜欢艺术 在他的生长环境当中 毕竟他是大概四五十年次的 那所以那个年代的孩子 在成长当中 其实没有办法有很充裕的经济条件 去学习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爸爸他非常喜欢看 莎士比亚 然后他也非常喜欢 国内外的一些名画 然后甚至是五点乐 交响乐 他非常喜欢这些东西 那所以呢 当我呢 我们这些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他也很希望 把这样子的美学 生活的品味 然后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所以其实在从小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有点像是被迫的 被迫的就是 去学习那些东西 比如说像是 古典钢琴 我学古典钢琴 然后再来就是像 爸爸很有趣 他就非常喜欢给我们奖励 可是我们奖励是要回答对的问题 他才会给我们那个奖励 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就是拿很多画 给我们看这是谁的画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 大家在国小的时候 他就说这是谁的画 这是范古的画 你答对了 我给你几块 十块钱 他就是从小一直给我们每天 就是这样子的训练 对 所以我们就必须 算是那时候是被迫 可是现在想起来是很感激 那在讲说我为什么会 进到这个珠宝的美学的设计 这个方面 其实主要是因为说 我高中的时候 我念的是台中的升学高中 在那个环境当中 是比较高压的 对 但是其实我的兴趣是 不在文法上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 我才知道说 我其实可能比较适合 走设计类的 爸爸他就选了四到五个 你如果走艺术的话 可能会需要家里 非常多的支持 因为艺术的话 他其实比较 而是属于发展自己的 但是如果设计的话不是 设计的话是贴近大众的 你是为人设计 所以你也同时 能够在这个设计当中 你可能可以 赚到你未来的生活 所以呢 爸爸说好 那你其实建议你走设计 那设计的话 有好几个方面 那你说像台湾 服装设计嘛 然后室内设计 平面设计 然后再来就珠宝设计 我那时候 我真的很奇妙 我毫不犹豫 我就选珠宝设计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一种直觉吗 完全就是直觉 完全就是直觉 就选这个系 在那时候 我跟爸爸这样子 私底下对谈 选这个方向开始 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不论是我考大学 不论是我的寒暑假 我在做的事情 其实都是跟 主宝设计有相关的 我就从高二开始 我就开始准备 准备这个未来 我想要进入的这个科系 然后进入这个行业 所需要具备的知识 当我高二高三 学策结束之后 我进到我理想的那个学校 我是聂夫人的应用美术系 那它当中有一个金工组 那金工组 其实它就是金工产品 金属工艺 这方面的一些教导 然后我就 很顺利就进去了 那其实在这个当中 像你说我做的准备 大概像大学的时候好了 也许寒暑假 朋友是出去玩的 那可是我在寒暑假的时候 我就不能出去玩 我就必须要 开始画设计图 这就是你的休闲活动吗 对我的休闲活动 就是每天都要画 固定一段时间的设计图 四五个小时以上 哇那这样一天算下 大概会画个几张设计图吗 不一定 有时候亮当中 你当你亮多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直出现 就是你的直会变好 可是有时候 当亮冲不起来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去设略一些 像是有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像建筑 音乐 这种跟美学 出类旁通有相关的东西 我才可以去开发我的灵感 是 然后再后来做到 这个设计里面 大家可能觉得说 饰品 不过就是平面的设计一种 因为你现在所看到 台湾很流行的饰品 它的都不会太立体 就是比较像一个平面的一个造型 我们不喜欢这样子 我们比较喜欢立体的造型 所以我们所有的 要预备的那些美学的概念 可能就是必须要从建筑出来 这样会让我们的东西 变得更生动 更有趣 哇那所以就是说 你还要去了解到空间概念这个 对我必须要了解空间概念 我其实很喜欢建筑 对但是我把我的建筑的这个概念 放在我的珠宝当中 当时候在读大学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曾经就是压力很大过 压力很大的时候 大概是在于我大四的时候 要进行毕业专题的时候 我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在那一年的毕业展当中 国内有一个叫新一代的大奖 所有的台湾的美术 设计相关的大专院校 全部的学生全部都会去参赛 当时参赛的大概有五六百件作品 当时的指导教授 非常希望我的作品 是有一个有功能性的 你会觉得很奇妙 为什么一个珠宝本身就是美学 是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或是它传达的意义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今天 映入你买一个珠宝 它对你来说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纪念的意义 跟它实用不实用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教授 它可能有它的考量 跟它的视野 所以他会觉得说 如果要参赛的话 加一些功能性的 进到我的作品里面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会比较有优势 所以在当中 其实我们是很挣扎的 那你还记得 你当时候设计的作品 叫什么名字吗 叫迷惘中的微光 对我的毕业作品的主题 叫做迷惘中的微光 好浪漫哦 透露出一种哲学的感觉 怎么会取这个呢 去取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那个都跟后来 比如说我们的创业 或者说我现在走的方向 品牌方向都很有关系 我一直对这个东西 是非常有感觉的 怎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说 这个世界其实是 还有非常多混乱的事情 跟纷乱纷扰 可是呢 我其实一直在寻找说 那个有光的道路 然后是直的路 不要经过太多的 曲折的路 我一直在找 那个真理跟信仰在当中 即便那时候 我还没有认识耶稣 那时候只有接触一位 就是一直跟我传福音 可是我拒绝他的朋友 所以那时候不觉得说 耶稣就是你迷惘当中的微光 完全不觉得 可是你那时候就觉得说 为什么你会设计出 这样的一个作品 就是因为你里面 有一个渴望 你希望可以去认识到 混乱世界当中 好像有一个光 它能够指引你一条 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对 十字路口 相左相右 谁来牵着我的手 我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看着耶稣 看着耶稣 你离我 我虽然我 主帮助我 总是牵着我的手 活着迷失 他心回了我 静静怀抱着我 茫茫前途 我心不会惊恐 遗忘在主怀中 有多少次 好想已无路可走 他为我开心道路 我只相信 他爱天更花勇 此生爱所不离开我 但那尽头 总是深了其痛 怕永不放弃我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云彩飞扬 我是音儒 我们要继续来分享 黄品化小姐的生命故事 那么品化呢 现在是这个 诗品典藏银饰的设计师 也是这个品牌的小老板 我们继续要来谈品化的故事 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 设计了一个精工的作品 叫做《迷惘中的围光》 这个作品呢 在当年抱走了 全国第一的大奖 那这个奖呢 是什么奖 就是台湾新一代设计奖 金属工艺类的 全国第一名 你会觉得意外吗 还是觉得说 嗯 我实至名归 应该很少人会直接 承认说 自己实至名归吧 没有吧 应该是我那时候很意外 我那时候是很意外 意外到说 怎么会是我 因为那时候 我教授跑来 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纯工艺类的 就是完全没有实用性质的 一件作品 要得到这个奖 是非常困难 所以他当初一直非常坚持 希望我可以 在这件作品上面 能够加一些像是 功能性的 实用性的东西 但是我就坚持不要 所以他说 他觉得我能够拿到这个奖 他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也非常的特别 抱走了这么大的一个奖项 不只是获得了一个肯定 更重要的是 那未来到底要怎么走 毕业之后 你是直接去参加了一个课程 叫做GIA GIA的话呢 它就是我们非常常听到的 就是美国保时学院 因为像你们去买钻石的时候 你们应该 只要对钻石有一点涉略 或者上网做过一点功课 都知道要买有GIA证书的钻石吧 只要不是税钻 20分以下的税钻不需要 可是你只要20分以上 你今天要结婚 网络上就会跟你 达人跟你说 你要买一个 有GIA证书的钻石啊 什么样之类的 那我去念的这个 鉴定的学校 其实就是这个 GIA美国保时学院 就是开出这个 你们手中所有的 钻石证书的这个学校 但你是在台湾上课吗 是的 我是在台湾上课 上课的期间是为期半年 然后每一天 就是去接受 这些保时鉴定的训练 因为你知道 现在保时访的非常多 而且访的也非常真 它这种访的技术 有时候连 我们专业的都看不出来 那所以呢 我在课程当中 其实我不会觉得 课也是难的 我反而觉得 跟同学相处 在那个人际当中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呢 很多同学 他们其实家境 什么都非常的好 就非富即贵 差不多是这样 只有我不是 但是他们其实就是这样子 他们跟我原来 接触到的同学 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们的价值观 跟我原来认知的 其实是非常大的落差的 比如说 他们其实人都非常的nice 不过他们的兴趣啊 什么的 比如说像是 喝酒啊 上夜店啊 就在每天下课之后 我们可能做 就是这一些抽烟啊 然后可能甚至有一些 像是碰到毒品啊 这些的 当时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毕竟我的成长环境 其实我可能就是 诶 够够地念书 然后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珠宝设计 很单纯哦 就非常单纯 可是因为我从那时候 我就大概知道说 如果我今天 我真的要走 归虫珠宝 我可能非常常会接触到 这样的客人 而且你可能必须要 稍微适应一下 那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那样的娱乐方式 没错 我必须要适应 而且我可能甚至 融入在那个当中 我才有办法去做生意 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 就念那个半年当中 我其实是非常挣扎的 那所以我就每一天 下课之后 我就直接到成品书局 去看书 然后呢 就是在有一天 那时候就是我刚开始 接触到耶稣的时候了 就是有一天 我要赶捷运回家的时候 我就是走出 那个新一成品大门之前 一个珍珠的专柜 那个专柜小姐很漂亮 很漂亮 就很有气质 然后他就跟我说 诶 看看哦 看看哦 这样 那我看他的珠宝很漂亮 而且他人也很漂亮 我就想说 好 我现在正好在念 保时鉴定的学校 我就去靠柜给他看一下 那我看一下之后 其实我没有跟他买东西 可是呢 这个女生 他其实是基督徒 他就开始跟我传福音 那时候我才知道说 哦 原来他的生命 其实是经过认识耶稣之后 他有很大的转变 因为他跟我同年 我是78年次嘛 那我遇见这个女生的时候 是我们大概23岁的时候 可是23岁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离过婚了 他其实很勇敢的跟我坦诚说 他其实已经离过婚了 大概在20岁21岁的时候就离婚 其实那个婚姻 当然是不是很幸福的 然后再加上他过去 其实是十五十六岁的时候 他的人生是比较像 照他的转述 他说比较像太美的样子 他说如果你看到以前的我 你绝对不会想要跟我做朋友 可是我当我23岁 看到他这个年纪的时候 哎 我觉得这个女生 他很有气质 而且他给人家散发出来的感觉是 非常舒服的 然后我睡我那时候 其实就很好奇说 他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大的转变 他还跟我说 他基督徒舅舅是传道人 我那个课程是半年的课程 其实我很快就要搬回家了 我本来在台北上课 我很快就要回台中了 所以他也没有说 我一定要在台北 找一个尾身的教会 也没有 他就是为我祷告而已 所以你们就在柜台前祷告 还是他后来为你祷告 他后来他离开 就是自己回家之后 他就是为我祷告 他为我祷告内容是什么 他说希望我回台中之后 我可以找到一个尾身的教会 可以认识上帝 就是这样 对 因为他知道我要回家了 那你觉得那天晚上 当你听到他的一个故事之后 你除了很好奇说 哇 他怎么会有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转变之外 会开始对基督信仰 产生一些好奇吗 一定是会有好奇的 就是说 就很像我们去逛街 我们路过一间店 我们又马上要买这个东西 可是我觉得这间店不错 对 我是把这个 耶稣这个信仰 好像放到我的口袋名单里面 就想说好 我回台中 我去找 我会想知道说 为什么他可以经历 那么大的转变 我去看看 课程结束之后 你就真的直接回台中去了 然后就真的去找教会了 对 我回台中 大概没几个月 我就直接去找教会了 怎么找到的啊 是在路上走一走 然后突然看到 诶 这边有一间就进去聚会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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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在花 用那个Facebook的时候 诶 我就记得说 我觉得这个同学 好像是我以前的国小同学 一个男生 然后我就点进去他的脸书 他没想到他是基督徒 以前不是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想说 诶 我也不知道哪边有教会 那我就是跟他联络看看好不好 我想说好 我就是私讯他 我说你现在是不是基督徒 我可不可以跟你去教会 然后他也觉得很惊讶 所以我就跟着他一起去教会 都是年轻人的教会 哇 就从那个时候 一直聚会到现在 聚会一直到现在 很多年了 对 至少有五年以上 当你去到教会的时候啊 一定免不了了 会唱诗歌啊 会读圣经啊 那这两样的事情 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焦虑的人 包括我现在 我大概到前阵子 我都非常容易焦虑 在经营品牌的时候 他是在这个唱诗歌 跟读经 祷告 或者是光去教会这件事情 他都能够让我充电 也就是好像礼拜天去 礼拜三去那个查经班 然后礼拜天 然后去教会 其实他都是 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充电 我好像在当中就充饱电 然后充饱电之后 又可以再去面对 周间工作上遇到的困难 怎么样在那个过程当中 更多的来经历到 上帝跟你之间的关系 你怎么会愿意要受洗 成为基督徒 就我觉得我一直 就像我大学 我那时候也没有认识上帝 也没有怎么听到 福音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一直就在寻找 一个迷惘中的围观 好像是寻找一条道路一样 我好像在寻找一个真理 所以当我知道说 基督信仰 然后在这个圣经里面 当中有很多 我当时只是觉得 哦他很多真理 然后他很多智慧的话 OK 他很多历史在里面 这让我就觉得 可以成为我目前 那时候大概二十几岁 人生的一个好像榜样 或者是说一个做事情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就愿意受洗 就成为基督徒了 你还记得你受洗那一天 是什么感觉吗 从水里面起来 水里面起来就很冷啊 所以不会觉得 哇我重生了这样 因为我觉得当水里起来的时候 它的确是一个非常新的开始 可是我觉得我们每一天 不管面对什么事情 当我们的眼光被转变之后 其实我们做每一件事情 都像是新的一样 我比较不会停留在那一刻 嗯 是是 我觉得也让我想到说 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多变成新的了 当然如果就以原文来去看 这一节经文 所告诉我们的含义 是要持续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就是说 就像你刚刚说的 每一天每一天的生活 其实我们都需要经历一个改变 一个更新 这个更新不会停留在那个原点 它会一直持续不断的 从你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 才刚大学毕业没有多久 然后你信主受洗一直到现在 其实你都还在经历 这个一个改变的过程当中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圆彩飞扬 我是英如 我们要继续来分享 黄品化小姐的生命故事 谈一谈你在2014年的时候 经历了一场还蛮严重的车祸 这个车祸也带给你了一些改变 对 这个车祸带给我很大的改变 其实我只要跟人家穿福音什么的 我一定会讲这件事情 对我的生命来说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冲击 跟一个翻转 那我也在当中 我认识我先生的 在那时候 我是去传福音你知道吗 我出车祸的过程 是我是去传福音 我去台中医中介传福音 然后呢我的车呢 就停在这个停车场里面 当我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违规 但是我的路圈比较小 对方的路圈比较大 我在两个红灯当中 顺向应该是右转 可是我要左转 这时候就有一个23岁的 有点像飙车主那样子 他就骑非常快 你们大家知道 说台中医中是土不去 大部分的车人 不会开很快的 可是他骑了大概 八九十一百的这个速度 而且是改装车 直接只是从后面这样 嗯这样过来 当我要左转的那瞬间的时候 他就想要从我前面 转过去 那其实我是没有装到他 为什么 因为我的车是没有损伤的 你知道吗 我的车没有跟他碰撞的损伤 他从我前面绕过去 没有抓好距离 就是滑倒 就整个雷残这样子 不幸就是对面有一部车 他就直接撞上那部车的车头 好可怕哦 对他就撞上那个车头 那车头整个都凹了 他就整个飞到空中 然后这样掉下来 他还是戴那种西瓜皮的那种帽子 真的很可怕 他就因为这样 他就是进那个中国医药大学嘛 急诊 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是昏迷指数是3 那或指数是3 大家都知道 就知道吗 就直无人了嘛 然后那时候是非常紧张 因为我一送进去的时候 那时候急诊的护士就跟我说 这个人已经不乐观了 然后我能做什么 我其实只能在医院一直祷告 因为那一个礼拜当中 我一事发 我隔天我就去找监视器了 可是所有的监视器 全部都没有录到车祸的这个瞬间 所以我就很彷徨 一直到第四天的时候 因为我听到那个诗歌 叫何等恩典 感觉到有平安 然后我的教会的朋友 他就来陪我祷告 我们整整祷告一个礼拜 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我们就是整个教会为他祷告 我也常常去看他 大概一个月之后 真的很感谢上帝 你知道一个从昏迷之数3 要恢复到正常人 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都觉得那个真的只有神级 重症病房的护士 去跟他撤 他其实已经可以回答说 比如说你生日几年次 那个孩子可以回答出来 所以后来他妈妈也非常的好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遇到 上帝出手 他并没有跟我们狮子大开口 要非常多的医药费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保险 整个就这样陪完就OK了 所以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于在基督信仰的里面 也有更深的一个体会啊 对因为我觉得 好像在我们不行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祷告嘛 通常我们很行的时候 我们就靠我们自己就好 干嘛靠上帝 可是当我们在不行的时候 怎么办 靠上帝啊 而且万事互相效力 你也在经历这个车祸处理的过程嘛 那结果没有想要处理的过程当中 也遇到了另外一半 对 你的先生 他本身的工作好像蛮特别的 对 他本身的工作 他当初是在跟我认识的时候 他其实做车祸鉴定的 然后我也是透过就是教会的那些姐妹 介绍说 你不是出车祸吗 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饭局 这个男生 他是做那个车祸鉴定的 你有事情就可以问他 所以我也是这样跟我先生认识的 对啊 我很感谢说 第一个 那个孩子 他有完全的好起来 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很恩典 就是 我在那个 完全很糟糕的情况之下 我竟然还可以遇到我另一半 先生后来也信主成为基督徒 你怎么样带领他的啊 我怎样带领他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追我 再跟我去教会吧 这是实际的情况 就是追你 然后追到教会去 对 是这样 但是我先生他那时候 其实他本身就一直做义工 然后有一天 其实我们教会 就是也是有那种 类似像义工活动 然后他就参加了 所以接触到一些 像是教会的朋友这样子 先生好像追去教会的过程当中 他自己也经历到一些 他自己身体上出状况是不是 对 而且他两次 他发作第一次 气胸的时候 还不用开刀 第二次再发作就要开刀 因为他三个月内发作第二次 然后很奇妙的是 他竟然都是在主日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他原来住的地方 是脏化 比较乡下的地方 那个地方 要送医 是很难的 而且他又是一个人住 那你要去医院 谁要帮你啊 他那时候会很困难 所以好险 他那时候发作的时候 是在主日 唱完诗歌之后 然后就发作 然后发作之后 我们大概赶快去医院 这样子 他是因为这个事情 他也决定受洗 对 其实这个是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一直觉得 他自己的身体是很强壮的 他觉得靠他自己都可以 他以前就是在国外工作 那国外工作 没有信仰的话 靠谁 靠自己 靠朋友 所以这件事情 也让他知道说 上帝的存在 哇 所以他就受洗了 然后后来你们结了婚了 现在结婚几年了 现在结婚是第二年 两周年轻 所以现在也还算新婚嘛 算新婚 算新婚 是 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然后祝福你在婚姻当中 常常经历到主耶稣的爱和恩典 经营婚姻真的很不容易 我想经营品牌呢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先来聆听一段歌曲 休息一下 待会儿呢 回到原才飞扬 我们要来谈一谈哦 到底经营品牌 成功转型的关键因素 到底是什么 就要请品华来跟我们聊一聊 停下来 回头看一看 他的恩典 一路上班 闭上眼 有心去感觉 他的爱 从不再离开 太乞讨 你将会发现 乌云背后 还是要蓝天 张开声 张开声 迎向每一天 他的恩典 一定都有 你日子 你日子如何 明亮也如何 他因时永远 不会改变 要相信 明天将如何 他安定 一定够用 每一次跌倒 站起来更感强 你叫不得的 更有意义 要相信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云彩飞扬 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 英如 我们要继续来分享 黄品华小姐的生命故事 品华呢 她现在是 诗品典藏 银饰的设计师 也是这家品牌的小老板 那么今天呢 品华除了跟我们谈一谈 她的生命故事之外 也要来聊一聊 她是怎么样来经营 家族事业的这个品牌呢 她要在品牌的 转型过程当中 她又经历到了什么 那先来谈一谈 大学毕业之后 你去参加了 GIA保时鉴定的课程 那好像那个时候 家里面的事业 也开始经历一个转型 对不对 因为本来爸爸 做的那个贸易 有一点算是 西洋产业了 所以父亲也在 面临一个转型 其实那时候 我其实念完GIA 你知道GIA的话 其实我们鉴定的 算是贵重的宝石 是 对而且是非常贵重 那其实我本来 想要走的是 可能真的是 比较偏真正的珠宝 真正的珠宝意思就是说 而她的课单价 可能是数十万 到数百万的 这样的作品 但是其实呢 我发现说 那个东西其实 那样的生活圈 跟我想要的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比较不想要 加入那样子的生活圈 我那时候就在思考 你知道我连 珠宝都已经买了 我已经飞到香港 两次 然后飞到日本一次 就已经开始在采卖了 我就先暂时终止 所以现在那些宝石 什么都还好好的 躺在我们家里面 然后呢 其实那时候 爸爸经营的 是赤修备章的 这种贸易 那你们知道 其实贸易 其实在现在 一个直接工厂 可以对客户 做生意的时代之后 其实贸易 其实已经不是 那么的蓬勃了 家人就希望说 我们可能来做一些 新的事业 那正好 其实我前面提到说 爸爸他非常喜欢 设计跟艺术的东西 所以这对他来说 去设计很多 作品 其实是一如翻掌的 对他来说 也很简单 所以他就是 毅然决然 开始自己 创了食品 这个品牌 所以一开始 是我没有加入的 之后两年之后 我才慢慢说 好 先切割 不要做这个 贵宗珠宝之后 我自己才赚来 这个青珠宝 银室 设计这个部分 那青珠宝 跟银室的话 客人就会比较 像是比较年轻 大概价位是在 比如说像两三万 到这个两千 两千块到两三万 这个当中的客人 就会比较多 对 我就不太需要去接触 那样去转换 我自己的生活形态 做贵宗珠宝的话 就要开始 每天跑趴去了 非常有可能 我觉得那是有可能的 当你开始加入 爸爸的行业的业之后 就过了几年 也面临了一个 品牌转型的一个过程 那时候 为什么会想要转型呢 因为其实我们的 食品的所有的珠宝 其实都是自己生产 其实那很不容易的 你们所看到的 非常多珠宝 其实珠宝公司 他们在制作上 他们可能是外包 可是我们家坚持 品质若要好 生产线一定要拉回自己 对 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当生产品质不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马上监督 我们可以马上做调整 对 那我们也坚持 设计是要在我们 所有都是我们自己设计 我们自己开模 我们自己去生产的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投入的成本非常高 那加上我们自己经营店 一间店 然后所以人事的管销 都非常的高 相对会反映到 我们的售价上面 我们给客户的品质 是非常好的 所以自然售价也不可能 就是实际上 路边摊啊 或者说一千块啊 五百块这样子 比较容易取得 比较好入手的 这样我们可能价位 比较高一些些 但是我们相对 给客户的品质 设计都会比较好 那其实在这个当中 我们其实就会 面临很多困难 因为台湾的话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 支持设计这个产业 坦白说 不论是客户 或者是政府 或者是所有我们周遭 所遇到的人 不是那么的接受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在想 我们该怎么办呢 然后这当中 其实我就祷告 在那时候 面临转型之前 我们是很辛苦的 我就开始祷告 然后就在那个同时 2016年的时候 我参加了一个 领袖高峰会 然后去听那样的演讲 这个领袖高峰会 是什么人 都可以去参加的吗 他主要的对象 是佛尔基督徒啦 因为他是在教会办的 所以大部分就 只有基督徒 会比较容易接触到 这样的讯息 是 所以去参加很多 都是那种 如果你是个基督徒 然后你是一企业家 或者是你很希望 能够提升 你在职场上的一些能力 就可以去参加 对 你就可以去听 他的那些演讲 跟他分享 其实我觉得每个分享 我们都会有一些领受 哇 所以你去参加了 那个活动之后 是有听到什么吗 让我最印象深刻 其实那是看影片 我有看到那个美国的 Thomas 这个鞋子的创办人 他其实是用一个 社会企业的概念 他来经营他的鞋子品牌 然后所以呢 我那时候非常感动 我那时候直接立下一个心志 我希望食品 其实也可以被上帝使用 可以去帮助一些人 无论是在传福音 这件事情上面 或者是说在奉献上面 我们是可以有能力 去帮助一些人的 是 好像你们那天活动结束之前 还写什么祷告小卡 对 我们还写了张明信片 他就是玩一个老梗 他真的是玩一个老梗 你知道很多活动就说 你现在写明信片 然后我半年之后寄给你 这样 结果果然那张明信片 半年之后真的寄到我家来 那时候食品是很辛苦的 就是那时候业绩也不好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张卡片就寄来了 卡片是我写的 我写说 我喜欢食品 可以有十一奉献 可以备身使用 就这样子 短短的两三句话而已 我说天哪 我现在这么落魄 然后你这个明信片寄来了 我就先把它收起来好了 我就先收起来 就隔没几天之后 我爸爸 我们在讨论开会说 诗品接下来要这么走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真的是来做圣经的东西 好不好 哇 好特别 他就不是地图图 可是他就说 那我们来做圣经的东西 你有跟爸爸传过福音吗 有跟他讲啊 有跟他谈过 就是有跟他聊一下啊 说上帝怎么样 很好什么的 他说我吃过的盐什么的 比你多 你怎么可能跟我传福音 这样子 我觉得传统的父母 在台湾 这很常遇到 可是他后来 自己主动提出来说 我们来做跟圣经有关的视频 所以我就觉得是上帝出现 一定是上帝出现 不然怎么可能 让一个就是没有信耶稣的人 然后讲出这样的话 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在祷告是不是 那时候我就祷告啊 反正我就想说 我不讲 如果上帝真的要做 就让上帝来做 就是我就等上帝 我不要自己去推动 那个上帝的手 那十一奉献呢 爸爸可以接受吗 十一奉献 我都是顺水推着问一下 我说 那好 不然就是既然做圣经的 那圣经上面也说 我们十一奉献 那爸爸你要不要 可不可以 他就说 好吧 那既然是圣经上帝的 这个主题相关 那好 我们就做十一奉献 所以这个对一个 卫性组成来说 十一奉献有多难啊 对 真的是 在这个品牌 转型的过程里面 爸爸提出来说 那我们来做 跟圣经相关的一个东西 新闻报道里面 有谈到说 在转型之前 其实你们的主题呢 也就是围绕在这个 好像追求梦想啊 跟表达爱相关 所以当做了这个转型之后 你觉得那个 所要传达的那个理念 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之前的传达的主题 其实都非常正向嘛 就像映如刚才说的 梦想 爱啊 这些东西 可是呢 其实当我们转变之后 他就是多了真理 跟上帝的爱在里面 他那个爱 跟我们人的爱 其实是不太一样 所以后来我们转型之后 我们真的发展了 设计了一系列的十字架 一系列的十字架 是有一个作品蛮特别的 钉子的作品 而且还三部曲 对 而且这还不是我设计的 他这还是爸爸设计 他默默的拿出这个钉子的设计图来的时候 我们也吓一跳 因为一个不是纪录图 可是他设计的东西 实实在在的 其实就是在讲福音 不过爸爸为什么会想要用钉子 来当做主题来设计呢 我也不知道 他就说他每次在设计的时候 好像不知道怎么样 他也没有想到什么 但是就好像画出那个图来了 讲到这个钉子呢 要稍微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为什么基督徒会谈到这个钉子 因为这个跟耶稣的钉横手 有很大的关系 主耶稣降世为人 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图像啊 或者是耶稣的一些画作 都会画到这个耶稣的钉横手 这个钉子真的很特别 好像上帝给爸爸的一个感动 或是一个灵感 所以他就把它画下来了 而且还有一个系列 对 而且你知道 做出来之后 这个卖得很好的 真的 对 哇 这就是带着上帝的祝福哦 对 所以其实诗品 你们所创作的每一个银饰啊 金饰啊 或者珠宝啊 都是你跟爸爸的设计 对 还有妹妹 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团队 对 我们在团队当中 其实我们会开始设计 我们除了十字架之外 我们也非常希望说 在这个当中 用十字架去穿福音 嗯 因为其实珠宝很漂亮啊 那项链戴在身上嘛 但是他如果能够 哎 愿意敞开心 去了解一下 我们设计的意义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福音的种子 有点在 波在他的心里面 是 像我在网络上面 看到你们的一些作品哦 就爸爸非常用心耶 银饰的背后 会放一张小卡 小卡上面的诗词 都是父亲写的 对 全部都是他写的 好浪漫哦 我只能说我文笔 可能没有他那么好 他真的是 所有连十字架的系列 他都写得出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爸爸虽然一直讲说 他不是基督徒 可是后来好像 他对基督信仰的一个态度 好像也有一些改变 对不对 对 而且也是有很大改变 因为像以前 他就觉得 就是不需要祷告 靠自己就好 靠自己就好 可是真的 自从我们开始转型之后 这一两年来 他比较不会这么贴齿 因为他知道说 上帝在当中 其实帮我们很多 比如说我们觉得 要做什么重大的决定 他就说 好 那你祷告啊 我祷告 好 我就祷告 祷告之后 好像上帝就是 把我们转到那种 可以过关的那个路 所以他现在就比较不会说 靠自己就好 他现在就会开始改口 就说 这搞不好是上帝 再给我们一个方向 这样 或许这就是上帝的指引吧 就是这一道光 对 对 他就开始说 好像可能是哦 这样子 那他会开始出现 什么感谢主啊 之类的吗 这个我就是在这边讲 但是不给他听到 因为有一天啊 我就是翻到他桌上的 那个日记 我就翻了一下 这样子 其实有一阵子 我弟弟他头在痛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是造 超音波 好像造什么 核磁共振之类的 因为很怕脑部 可能有病变什么的 结果呢 还好 造出来结果 是没有事情的 所以我爸爸 有写日记的习惯 他竟然在日记里面 写感谢主三个字 他平常都 真的都不说 完全我没有亲耳听过他讲 可是我竟然在 偷偷在他的日记里面 翻到感谢主三个字 因为我觉得蛮惊讶的 蛮感动 对 但这件事情 不能让他知道 我偷翻他的日记 对 你的脚步 带着我的脚步 一步一步都有祝福 每个脚步 我要轻轻跟随 走在莫浮的道路 就给我更多的勇气 给我更多的信心 让我勇敢踏出 跟随你的脚步 跟你心在水面上 跟你都在旷野底 曲曲折折 我也不在乎 只要更多信好你 只要更多顺服你 但是出于你的 我就默然不语 就算经过黑暗谷 就算遇到不富裕 在你手中都将变成 祝福 不过我觉得在设计作品 会不会有卡关的时候啊 我觉得一个设计师 最痛苦的莫过于 做设计灵感的卡关 你有经历过吗 设计灵感的卡关 其实比较在我早期 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的设计灵感 比较容易卡关 那时候我的情绪 起伏非常大 当我的设计 非常不顺的时候 喜怒就是完全是会 表现在那个脸上 可是当我信主之后 卡关这件事 对我来说已经 没有那么重要 也没有这么的可怕了 比较不会这么忧虑 虽然还是会有卡关的时候 就像我们信主之后 不可能都没有遇到困难嘛 但是我其实觉得 信主之后 在这个方面 我们会知道 反正今天没有灵感 明天上帝还是会给我 我OK的 创作其实不难 其实是经营比较困难 经营是比较大的考验 讲到这个服饰的概念 像我们在教会里面 讲到服饰这两个字 就是我们用我们 手中所做的工作 来表明我们对上帝的一个爱 我们回应上帝的爱 所以像你在经营这个品牌 跟你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是不是也体会到 这是一种服饰 我其实后来 我就是把它当作服饰在看 当我们转型之后 开始设计私家之后 我就把这个品牌 当作是我的服饰在看 因为我也希望在这个服饰当中 比如说 我可以对我的客人传福音 当客人其实有需要的时候 他其实会在我们店里 稍微跟我们透露一下 他的生命好像有一点困难 然后当我知道这件事情 或是我透过我们家的店员 知道这个客人 他可能需要关心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开始慢慢的 把这个服饰的信仰 顺便告诉他 他如果愿意的话 我就带他去教会 不只是把东西卖给他而已 还能够走进他的生命 对 我曾经关心到两个比较 年纪轻的小朋友 大概就是17 18岁这样子 可是在17 18岁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已经 是有重度犹豫症了 然后他正好是我们店里的客人 你知道小朋友 他们的心其实很敞开 他们也没有什么戒心 他们就愿意把说 他们现在生命当中 经历的困难 然后跟我们分享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说 重度犹豫症的话 比较容易有 威胁生命的事情 会常常在他们生命中发生 例如像自杀 自残这种事情 这对他们来说 可能是家常便饭 所以自从我们知道之后 我们就说不行 我觉得如果我们既然 食品我们是希望来服侍神 我们店里也贩售十字架 我们也设计十字架 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福音 给传出去 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 也许有一天食品没有做了 也许我们可能 这些设计的领域 我可能不再靠这个维生了 不再做这个行业 可是我觉得一个基督徒 传福音这件事情 一直都会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时候就开始说 小朋友你妈妈一起去教会 教会怎么样 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 然后他们其实心也很柔软 就开始跟我们去教会 感谢主 在这个过程中 还能够关心你的客人 我想到说 真的在经营品牌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其实需要去思考 是我们为什么要经营这个品牌 是以赚钱为导向呢 还是你要的是一个 可以散布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力 所以我想能不能请这个品化来谈一谈 你自己在经营品牌 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 对于一些也想要创业的朋友 对于一些想经营品牌的朋友 你会对他们说什么样的话 我会鼓励他们 其实可以来认识上帝看看 因为其实我觉得 不论是不是经营品牌好了 我觉得人生中 我们真的都需要那一道 指引我们的光 那如果想创业的话 那个心要真的是很开放的 要随时面临很多挑战 很多那种 我们过去当中不熟悉的 舒适圈 你必须要走出来 或者是说那一种 你喜欢没守成规 可是如果创丽品牌 你根本没有办法没守成规 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做那一些 我不擅长的事情 很需要挑战的事情 那那时候怎么办 像我 我觉得我是 我自认我是比较软弱的人 我自认我是屹立不足的 那我只能靠上帝 我祷告 上帝啊 你就是帮助我去完成 包括我今天要来录这样子 就是来上这个救恩资深的节目 我必须要就是说 哎好 上帝你来帮助我 我是这样子鼓励大家的 在经营一个企业啊 事业品牌的过程里面 就像你刚刚说的 其实要面临好多的考验 甚至会不会面临一些试探什么的 我们只要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天都在面临很多试探 不只是品牌这件事情而已 比如说像是说 好 我们今天要不要降低 我们的生产标准 降低我们的作品的工艺品质 我们每天都在面临这样的挣扎 但是我们其实只要上帝 在我们当中就是 哎 他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我们就会知道要怎么做 大环境啊景气 其实也还蛮不好 经营品牌的一个困难 尤其是在经济上面 会面临很多的一个挑战 所以你们怎么样面对亏损这件事情 一直祷告 我们真的只能一直祷告 你知道我真的是一个很忧虑的人 我的所有的忧虑 就会反映在我的睡眠上面 我只要就是那真的非常忧虑的时候 我晚上一定会起床 三四点的时候一定会惊醒 或者是很多梦 这完全影响到我白天的工作 所以我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还是去找教会的师母 我跟他谈说 哎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真的好担心这个公司 没有办法继续经营 然后呢 其实他跟我说 两件事情 第一个 你要每天数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恩典 就是他等于每天要数三个 在婚姻中数一个 在家庭中数一个 在工作上要各数一个恩典 这样子你才会知道说 哎 上帝一直是与我同在的 一直在帮助我 生活中并不是只有坏事发生 第二个就是只要我遇到什么困难 我说主耶稣啊你帮助我 主啊你帮助我 就这样一直讲这个话 他说当我做到这两件事情的时候 我晚上我的那个睡眠品质 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就是把你的忧虑跟重担 全部交给上帝就好 你不要管 主耶稣说凡有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要经营事业 我们很需要得到安息 而且你如何在一个混乱的时候 如果有一道光 可以指引你正确的方向 那么你整个人会轻省很多 今天云彩飞扬呢 为你邀请到的就是 视频典藏 银式的设计师也是小老板 黄品华小姐 来到节目中呢 分享了她的生命故事 以及在经营品牌的过程当中 她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 那因为凭话 你是个基督徒哦 我想能不能在节目的最后呢 用一节你特别有感动的 圣经的经文 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的 我这边呢 我真的是最有感动的经文 其实就像英如刚刚说的 我其实觉得在这个 经营品牌的过程当中 我常常真的受到试探 然后也常常的受到一些 焦虑的这些攻击 所以呢 其实有一两句的经文 其实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这边也要分享给听众朋友 那就是诗篇二十三之一跟二 那我这边分享一下 以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顶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我自己对这一段经文的 我的感觉是 我觉得上帝 他真的在我们所需要的时候 他真的会出现 像我们自己就觉得说 我们有能力经营啊 所以我们常常很多时候都靠自己 我们其实没有让给上帝空间 其实上帝不管是在 我们能或我们不能的时候 其实他一直都在 所以他其实在的时候 他出手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像小羊一样 可以躺卧在那个青草地上 在这个水边 我们就可以安息 然后上帝来带领我们 去走这个人生的路 是 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来 寻求上帝的帮助 好开心哦 今天邀请到品化 来节目中谈谈你的 这一段的一个生命经历 你们这家银市这家店是在台湾的中部 就是台中这个地方 台中的草雾道 是不是 是的 如果有朋友呢 去到台中玩的话呢 都可以去这里走一走 可不可以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是在草雾道的哪里 我们在秦美成品的那附近 就是说在草雾道 因为草雾道其实很长嘛 那我们是在中心街的123号 大概我们走到成品台两分钟的路程 其实我们店门口有一个招牌的 就是一个小朋友在看书 我们都说他在看圣经 一个头像 然后有客来就是很喜欢在那边拍照 我觉得我们店是很明显的 是是 所以亲爱的朋友 欢迎大家呢 可以去到这个 视频典藏仪式呢 来看一看 我想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如何去认识到一个品牌 它背后的一个精神 而这个精神呢 就是来自于 经营者的一个理念 还有它的一个生命的态度 所以今天很谢谢品化 来到节目中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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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也改变了他面对市场的一个眼光 所以在经营品牌的过程里面呢 他就经历到上帝对他的一个带领 是的 亲爱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品牌的经营者 或者我们可能没有做什么事业 我们就是一个小职员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很需要 有一道光可以指引我们正确的方向 在这个迷惘的人生路径里面 我们常常面临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对平话来讲 他就是祷告 他就是来依靠上帝 那么对你来说呢 你依靠的是谁呢 如果我们只能够依靠自己 我们就会常常觉得压力好大 常常觉得迷惘 常常觉得会很焦虑 但是如果今天是这位全能的上帝 来做你背后的后盾 成为你生命中的光 我相信你的人生将会走得越来越宽广 而且道路越来越清晰 那今天呢 我们也取得了品化的同意 将他的故事纳入 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 很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CD 自己听了有帮助 也能够祝福你身旁的亲朋好友 那当然如果你对于基督信仰 你希望多一点的认识了解 我很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韩寿课程 我们有圣经老师带领你循序渐进的了解基督信仰 可以透过网路或者韩寿的方式来参加 好如果你要参加这个课程 或者是索取今天的故事CD 请你跟我联络 电话请播 0227541144 0227541144 来信请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请著名云彩飞扬节目收 或写给我音儒收 当然呢也很欢迎你可以使用 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 以及line微信来收听云彩飞扬 而且呢请记得哦 一定要留言给音儒 让我知道哇 你在聆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过程中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和体会 也让我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你 成为你空中的好朋友 最后呢感谢泥土音乐 以及我心旋律音乐师公 所提供的诗歌 祝福你 喜乐平安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我是空如的回忆 四处寻找我的心 万片溪水和山林 我心依然无处寻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已无安息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生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的追求 能平潮水带我走 我曾经多困惑 四周已无安息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